1971年6月的一天,吉林省大安永和屯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在帮助学校基建的时候,从土里挖出了一个八卦盘形状的金属制品。 这是算卦用的罗盘,还是小说中的照妖镜?这究竟是什么呢? 经过文物部门相关人员的鉴定,这是一枚青铜镜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镜的来历根据现有线索已不可考。 在那个战火连连的时代,镜的主人也不知换了多少。 最后一位镜主人也许在战争中被俘、被杀。 这面铜镜最终在马蹄声中沉寂下来,埋入厚厚的黑土之中。 如今,他成为了吉林省博物院的镇馆之宝,静静地躺在陈列窗里,等待着后人慢慢发觉他背后的故事。